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点模糊 再看清楚一点 那是一双眼睛 很冷漠 没有任何表情 但却可以感觉到一股 不安 妈妈也在 还有姐姐 那扫射的眼神 好像在说着什么 在说着什么 闹钟响了 这么早 应该可以再多睡一点 奇怪 我怎么觉得 天花板离我很近啊 而且 我的背 怎么有一种 头好像离地面很远的感觉 手跟脚 感觉也不太对 就好像我没有手 不是不是不是 是好像我有一堆 手跟脚 而且好臭啊 这是什么味道啊 感觉肚子的地方 有一点黏黏的 我居然变成一只虫 太夸张了吧 虽然 我也很常做清醒的梦 但这个梦的感觉也太真实了吧 是该醒过来了 不过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梦里面的时候 有这么鲜明的嗅觉跟触感 又大又硬的背部的壳 还有头上的两只触角 好像可以发现另外一个 截然不同的世界 肚子上面黏黏的体液 照理来说 我应该要觉得很讨厌才对 说不上来 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 那么臭 奇怪 觉得越来越不像是一个梦 不对不对 现在 到底 是什么情况 我要先冷静 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不可能会发生的 先想一想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看起来 跟我刚刚做的那一场梦 应该没有关系 一定是我压力太大了吗 昨天晚上 头痛到快要裂掉了 连吃的晚餐都全部吐光光 我度在洗手台的那些面条 看起来 像是完全没有被消化过一样 形状完整到 像是有人把一碗泡面倒在这里 但 这似乎也不太符合逻辑 难道 是我身体哪里基因突变了吗 天啊我好丑 我最讨厌丑 我以前有多讨厌这个东西 现在 我自己怎么就变成了自己最害怕的样子 我要先下床确认一下 我是可以确切的使用这个身体的 嗯 照这个爬行的感觉起来 六只脚接触地面 非常的自在舒适 好 是只有我变成这样吗 那其他人呢 难道 这是新冠肺炎的变种病毒 让部分的确诊者变形 还是有什么新型的突变细菌吗 但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 偏偏是我 楼下争吵声好大 好像是姐姐跟爸爸的声音 他们在吵什么 该不会已经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了吧 妈妈还在医院 绝对不能让她知道我变成这样 她已经够心累了 连自己剩下多少生命的时间都不清楚 如果在人生最后一里路 还发现女儿变成这样 岂不是要她痛苦地离开 但我都没有去医院雇她的话 她应该会很奇怪 要用什么理由骗她呢 这个姐姐应该会想办法吧 还有 那些我手上没有完成的工作案子 要赶快通知人家才行 把订金都退一退 只是我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做这些事 我说的话 不知道其他人还听不听得懂 家里现在正处在一个这么艰难的时候 姐姐一定会很痛苦 如果连唯一一个可以跟她心灵慰藉的人 都变成一只虫 那她该怎么办 我想 爸爸跟弟弟应该可以慢慢调试 就只有姐姐 我最担心的就是她 只是如果我真的变不回去 要怎么办啊 早知道就先把遗嘱都搭好 我所有的现金 股票 保险理赔 我要全部都留给姐姐 如果真的要说离开之后 唯一的心愿 就是希望她可以心灵自由 得到平顺 她已经把自己活到现在半辈子的人生 都奉献给家里了 尤其是在妈妈生病之后 我们连自我是什么都快要感受不到了 我希望她去买一栋房子 过自己一个人完整安逸的生活 如果还能找到一个人陪她照顾她 那就更好了 弟弟的话 我想她一定可以把自己打理好的 只是她应该很难过 我想 我是家里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人 是去了解自己内心灵魂的人 是很痛苦的 但我想要她知道 我永远以她为柔 希望她快乐 爸爸 我不知道可以跟她说什么 只希望妈妈离开之后 她能把自己过得自在 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妈妈的话 绝对不能让她知道 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我死后 如果到了天堂遇到妈妈 她会认得出我来吗 该不会 我死后还是这个虫样吧 唉 现在想这些有什么用 从姐姐跟爸爸争吵的内容听起来 他们应该是看到我了 也知道这只虫就是我 不过 他们似乎不太清楚我的状况 我还有思考的能力 还有身为人的意识 我还是我 只是长得不太一样 他们应该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现在从我嘴巴里面讲出来的话 已经变成一堆 虫言虫语 如果姐姐知道虫就是我 她一定会想办法跟我沟通 想要了解我在想什么 也只剩下她了 变成大虫 对我们家的人来说 可不亚于生重病 相同的地方在于 都是长久的负担 都令人害怕 不同的点在于 我并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才会死 这样比起来 变成虫的我 应该比生病的妈妈更可怕吧 难道要像养宠物一样 让一只又大又臭又恶心的虫 永远住在家里的房间里面吗 这是不可能长久的 更何况 单向的沟通 是不可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而且 我现在这副虫样 活着要干嘛 我完全不想要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 或者是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都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我的身体还是一点变动都没有 我甚至开始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自在 跟习惯 这才是最可怕的 该死了 我居然还觉得有点饿 从昨天晚上 到现在都已经过中午了 我一滴水也没有喝 放在桌上的饼干跟蛋糕 我却一点都不想吃 我害怕自己 甚至有点想要闻到那些 酸酸臭臭的味道 这样真的不行 如果这几天 我还是这样的话 我就要想办法 解决自己 解决自己 已经第三天了 这间房间 变得越来越恶心 但其实 是越来越舒适 姐姐根本不敢 踏进来这里打扫 她试过跟我讲话的那几次 哭成这样 我却一点都没有办法回应给她 更何况 她站得那么远 我怎么敢靠近她 就更不要说罢了 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从三天前到现在 她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过 弟弟也回家了 她应该 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吧 看到她的时候 真的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她是家里唯一年纪比我小的人 总觉得 所有的理想 都寄托在她的身上 但估计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 到底应该怎么做 现状看起来 好像没有什么变数了 本来我想忍住 不要吃姐姐送来的食物 但其实也不用忍 因为那些新鲜的东西 我根本一点胃口都没有 如果一直不吃东西的话 最后应该就会饿死吧 那就跟我在网路上看到的 绝食善中是一样的 这个方式应该比其他的死法 都来得更容易吧 一个礼拜了 一切好像都越来越习惯 姐姐跟爸爸也越来越安静 吃饭的时候 他们一点声音都没有 弟弟也离开回去工作了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跟妈妈说的 这间房间被我搞得越来越臭 毕竟我也不可能出去大小便 虽然我并不讨厌房间现在的样子 但对他们来说应该很恶心吧 这样下去真的不是办法 我必须要让自己离开 不然最后会很难看的 与其成为家人心里头的恨 不如先撕开一道伤口 再让他们有充裕的时间 可以慢慢的疗愈自己 至少以后回想起我来的时候 还是人模人样的状态 而不是现在这个虫样吧 我也不想要肚子一个人 到大自然的环境里面 用虫的姿态活着 这没有意义 我有意识 我是人 我最讨厌虫 怎么现在就变成自己 最不喜欢的样子了呢 如果有一种心情 是极致的孤寂 那应该就是我现在的样子吧 还是其实姐姐的心里 比我更痛苦呢 因为至少 我还有解脱的理由啊 但不可能 她还有遇见其他美好的机会 可是我没有了 没有人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无人知晓 最难熬 就像那些人 在妈妈生病之后 竟是说一些安慰的蠢话 我更痛恨的 是那一些自以为了解一切般的感同身受 别傻了 你又不是我 你怎么会知道我现在的心情是什么 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 大概就是想要用自己的体验 去说服别人的处境 可惜 游戏规则就是这样 这种戏嘛天天都在上演 人 本来就是一个 孤独的 个体 好 那我要怎么死呢 遗嘱就算了吧 以前我该说的话也说的够多了 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遗憾的 至少 对家人来说是 唯一只有觉得 把这些残局丢给姐姐 独自面对 有一点对不起她 但是她根本不可能会杀我啊 如果她认定虫就是我 她绝对不会动手的 那绝食善终怎么样啊 只是感觉会拖很久 应该有更快的方式才对 还是 我趁他们上班的时候爬下楼 反正我们家对面就是大马路 干脆直接一车撞死算了 只是这样会不会很痛啊 而且不行 如果是车祸的话 有可能会害到其他的人 那如果我去厨房的话 开得了瓦斯吗 被火烧 感觉好痛 而且万一我把整个家都烧掉了 那该怎么办啊 啊对 厨房有杀虫剂 但我自己应该没办法动手 不知道被杀虫剂喷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记得以前杀蟑螂的时候 喷下去 好像不会马上死掉 怎么办 我好害怕哦 真希望 我可以没有人类的意识 或者 只要我有精神上的疾病 应该就不会怕死 也不会怕痛了吧 我没有真的不怕死 都已经不怕死了 却还是怕死 其实最快的方式 应该是一脚踩死吧 只是我太大了 根本没有人做得到这件事 所以看来真的只有杀虫剂了 这样一来 在我死后 应该会缩小一点吧 至少 让家里的人方便一些 还不至于被邻居指指点点 大家都很爱说闲话 我不想要其他人觉得我们家有怪物 或者是 有人要背负着杀生的罪名 更不要人家知道我变成一只虫 我突然离开的话 是因为不知名的原因离开 至少还会让亲友们觉得 有点神秘感 忍耐一下 等遇到了 就会知道了 再痛苦 也没有长久像现在一样 想着未来会有多悲惨痛苦 就像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 妈妈胰脏癌之后 这一年的路 会走得这么辛苦 如果发生的这一切都能预知 那根本就不可能走得下去 我已经尽全力了 在我付出的每一段感情 每一次工作 每一件自己想做的事 该负起的责任 还有最后 在妈妈身上 我想我已经用尽全力了 哪怕是一分钟 我都是那么样的努力 所以 也没有什么好对不起谁 或对不起自己 只是 我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成功 没有办法证明自己 一直以来的努力跟坚持 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别人来证明 意义的存在 至少我在过程中非常快乐啊 但还是很可惜 我的快乐 也仅止于 自己的认同 饭骨应该有多么的孤独啊 中其一生 只有卖出过自己的衣服画作 就算他清楚的知道 总有一天 人们会懂得 这些画的价值 远远超越他所使用的颜料 即便如此 他也看不见了 更何况我根本不是犯骨 我只是一只巨大的 会为家人 带来困扰的虫 算了吧 我已经觉得很累了 现在我应该要怎么让姐姐了解 这件事也只能由他来做 我就把这些杀虫剂 这些瓶瓶罐罐全部都打翻 弄倒在地上 然后静静的 待在旁边 等他下班回来 他看到这个样子 应该会了解我的想法 真希望我可以传达给他 要他不要担心 所以我的悲伤都是暂时的 我不想要再去想这些没有意义的事了 我想 他应该会问我 是不是这个意思 只要我好好的待着 不要跑 他应该就懂了 好 来吧 总共有四瓶 都还很新 我想 量应该够 只要我让整个触角 跟最脆弱的腹部都浸泡在里面 应该就没问题 但不知道 我的本能会不会挣扎 希望这个药效够强 也够快 几乎每一罐都是杀蟑螂的 我得先爬上去 把他们全部都弄倒在地上 一瓶 一瓶 两瓶 第三瓶 第三瓶 最后 好了 这样应该可以 接下来 我只要在这旁边 等姐姐下班 就可以了 下午5点40分 在五分钟之后 他就到家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就算没有准备好 也一切都准备好了 就这样吧 很快就会结束 來了 是开门的声音 是姐姐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 我不敢看他 我什么都听不见 他果然开口问我了 他一定看得懂 不会太久 一切就要结束了 这荒谬该死的一切 莫名其妙 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我没有任何选择权的一切 去你的一切 好刺鼻的味道 快要窒息了 空气越来越稀薄 有一股辣味 从我的腹部流进去 为什么我还有意识啊 姐 对不起 要让你面对这样的事 结束了吗 我不会本能的套脱吧 也来不及了吧 快点 结束吧 没有任何人有义务需要了解 你的处境 你的处境 没有任何人有义务需要了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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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